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那么在众多疾病当中呢,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就是癌症 现在呢,在人寿保险领域,终于有这么一家公司 推出了一个新东西,是专门针对癌症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美国保险与生活,我是王欣欣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经纪人王欣欣 今天呢,我有点小兴奋啊 因为我要介绍一个新东西,相当于一个新计划 熟悉这个频道的呢,大家可能知道 我呢,从来不介绍计划 也不介绍保险公司具体的产品 而是更多的是介绍理财的理念 以及大家的这个误区为主 但是呢,今天我要破一次例 因为呢,我们有一家保险公司叫Symetra 它今天呢,出了一个新东西 叫什么呢,叫做Cancer Care Compass 这个东西呢,是专门针对癌症的 这个东西呢,在以往来说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呢,我非常兴奋的要给大家介绍 当然它算不算是一个新产品啊 也不算一个新计划,它只是一个附加险 那虽然它只是一个新的附加险 但是呢,我仍然是很兴奋,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人寿保险计啊 我认为哈,这是可以说是死气沉沉啊 一直呢,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在之前呢,传统的保险呢,就是深固险 对吧,人过世才有理赔 在大概七八年前,有这个重大疾病的出现啊 重大疾病万幸护理,作为这个附加险啊 甚至是免费的附加险,这是个好东西 可是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以来呢 也都没有新的东西出来 那是不是我们美国的保险公司 就没有这个创新呢? 真的不是哈,我们看看这个特斯拉 看看这个苹果公司 难道美国人没有这个创新的理念吗? 不是的,是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监管 实在是太严格,太严苛 到现在呢,很多好的保险计划和年金计划 甚至都进不了纽约州 包括我们等下要看到的这个 关于癌症的这个,新的这个RIDER呢 也仅仅到现在哈 已经只有26个州有通过 当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 应该会很快了 所以呢,我其实兴奋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总算有一家公司 他愿意去做出一些创新的同时呢 还可以能够得到政府的审批 那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因为呢,以后呢 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保险公司 陆陆续续又有新的计划 新的哪怕是附加险 一点一点的把它加上来 那么最终受益的肯定是消费者 对吧 这个时候消费者会有更多的更好的选择 当然了,作为保险经济的话呢 也好啊,更好卖了嘛 对吧,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好,我们来看呢 这个计划呢,是来自Symetra 这家保险公司 这个附加险呢,叫做Cancer Care Campus 为什么说叫附加险呢 首先呢,它是添加在主险之上的 那主险是什么呢 就是主险呢,是它的两款主打的这个指数型万能险 一个呢,是收入型的 一个呢,是保障型的 收入型的就是可以拿出来养老的 有很多的现金值 保障型的呢,基本上就是不养老 只是为了一个保障 或者说最终的这个遗产 好,那么这个附加险 既然它是附加险 也就意味着呢 它是自由选择的 你喜欢你就可以加上 不喜欢你可以不加 好,那我们看看它有什么 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呢,它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它说是提供检测 什么检测呢 有50多种癌症的这个检测 那么它是给 凡是50岁以上的人 给你一次性 只有一次机会 给你一次检测 那么这个检测呢 会针对50多种癌症 来能够检测出一些东西来 那么第二个呢 叫做咨询服务 也就是说呢 它有个人健康咨询 有这个什么24小时热线电话呀 有这个医疗账单谈判等等 其次呢 还有呢 叫做营养建议 就是它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 给你提供很多的这个饮食的建议 那么这三点呢 从华人的角度呢 就那么回事 我觉得呢 最实在的可能还是最后一个点 就是理赔 那么真正如果发生了癌症的话 是怎么样理赔呢 这个我们重点说一下 首先呢 在你买保险的时候呢 它就允许你去选择 5万或者10万或者是20万的这个 附加部分的理赔金 那么真正在理赔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你的疾病的轻重等级 分成两类 一个是第一 严重的等级 一个是不严重的 一类和二类 那么一类呢 给100%的理赔 二类呢 就是给50%的理赔 比如说 比如说你选择的这个 我还是用真实的数据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呢 50岁 就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计划 就是保障型的 不领养老金的这个计划 那么50岁的一个健康的女性 如果买50万的保险 保重身 并且呢分10年来付保费 那么每个月的保费呢 大概是580 总共交的是6万9 我们可以理解成 用6万9来换来这个50万 那如果你愿意把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10万块钱的这个附加险 这个癌症的这个附加险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每个月的保费呢 就涨到了780 总共的保费下来呢 就是9万3 好 那么你多交了这个2万 2万4 多交了2万4 那么多交2万4 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呢 当这个人发生了这个癌症的时候 比如说 就是他认为的这个不严重的那种癌症 就是一半的理赔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先得到5万块钱 一次性得到这个5万块钱的理赔 那么得到这个5万块钱之后的理赔之后 会不会影响你的50万呢 不影响你的50万还在 最后人百年之后呢 还会再得到50万 好 那么我看上去的话呢 第一个反应呢 是这个有点贵 感觉有点不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们多交了2万4 对吧 可是万一这个人 一辈子都没有发生癌症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多交了这个2万4 很可能就白交了 就白交了 那如果我把这个2万4 我不买这个附加线 我还是去买这个保额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买到67万的保险 就不是50万了 就是67万的保险 所以呢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觉得 从前的角度呢 稍稍的有点 不那么合算 稍稍有点失望 但是我说了呢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呢 对于Smetra这家公司来说呢 是一小步 但是呢 对于美国整个的保险计来说 我认为是一大步 因为呢 我说了太久 都没有看到新的东西了 我甚至今天呢 都有点小兴奋 所以呢 我相信 在未来 而且呢 也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哈 在不久的未来呢 还会有新的 针对于癌症的专门的计划 这回就不是附加险了 专门的计划 针对于癌症理赔方面的 所以呢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呢 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 美国保险与生活 我是王欣欣